楼梯大家都不陌生 不论是居民楼还是风景区 楼梯都不少见 但是你知道世界上最刺激 最可怕的楼梯在哪里吗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就和轩轩一起去看一看吧 众所周知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 不论是军事还是经济 亦或是建筑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 提到美国的建筑就不得了 不提到美国洛杉矶的联邦银行大厦 联邦银行大厦又被称为图书馆大楼 第一周记世界中心 是整个北美地区在芝加哥以西 最高的摩天大楼 也是加州的最高楼 然而它最特殊的地方 并不是它的高度 而是在它的顶楼 有一条全透明的玻璃滑梯 距离地面有70层楼那么高 试想一下 从70层楼滑下来是不是很过瘾呢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玻璃滑梯全程都是透明的 别说从上面滑下去 就是站在旁边都让人瑟瑟发抖 这不一位大叔好不容易迈出一条腿 结果又被吓得收了回来 做了许久的心理斗争 大叔终于鼓起勇气 闭上眼睛滑得下去 其实这条玻璃滑道也就一层楼的距离而已 真的是眼睛一闭一睁就过去了 不过若是有恐高症的话 那就只能望而行叛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条玻璃楼梯 其实也是美国洛杉矶的一个著名景点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妨去试试吧 好了 本期的一圈科技到这里